其实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们毕竟是属于网路分析 那网路分析 你不是要学到很多什么写程式 或撰写一大堆的函数 可是至少我觉得 你要用集合的观念来去看你的资料 举例来说 像我这边是不是有A这一类 我想要知道它是哪几个 所以你就可以点一下这个A 它是不是就变少了 总共有39笔的资料 那你会不会希望 你会不会希望是什么新闻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是什么新闻 好假设你们不理我 我就知道自问自答 我希望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可能就是 我还想要去放这个 这边放新闻内容 所以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这边不是有这个部门的名字吗 然后我们顺便把那个news title放进去 直接拖曳过来 拖曳到这中间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样子来去看 我们这样来去看 我点这个A 点A这一类 可以吗 这后面这个E不重要 这一定都是E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 这一个新闻 一折 一折 然后你会不会想要去呈现 它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可以啊 你可以继续再加上去 继续加上去 那你就把那个 例如说 先是start date 放来这个后面 start date 好 那我们就用那个start date 然后再来放end date 放来它的后面 好 然后不是要用日期阶层哦 就直接用标准的那个日期来去呈现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A是不是结束日期 早于发布日期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样子 这个是结束日期嘛 是12月1号 就它发布日期是12月28号 所以你觉不觉得这应该是什么 不是 这应该是 这应该改成2017 还是有可能 对不起 应该是弄反了 好 就是 它在key资料的时候 会不会key错了 有可能嘛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吗 这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举例来说 这是哪一个单位 万华区工作 你看万华区工作 这边有两笔 然后呢 迎接2017年 第一道曙光音乐会 那所以它 看一下 2016年年底的时候 它应该要公告 然后结束日 公告的结束日 12月28号 可能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 就是这次开始 这是结束 好 应该是结束那个比较赶快的一期 因为它是看曙光的话 它到1号早上 那就是2017年的1月1号 它不是看曙光的 你看一下它内容 它不是在 哦对不起 第一道曙光 比进去是什么 那个活动交通管制公告 可是它可能不是在越野好办 它是在前提前办 可是它是迎接第一道曙光的 对 这不是我们大数据分析的重点 我们有没有找到这个 这个新闻是有问题的 有才比较重要 但我们一直纠结在第一道曙光 对 我们不要去管那个 那个 因为这是负数的 这绝对是不对的 你看 这负多少天 这应该是负27加1 应该是28 负 不对 我还加了1 变成负26了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说你们了解到 哦原来这个资料可以这样子来去做呈现 那我们也看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 例如说这个C分类 C分类里面 我们来去看 你看这边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 105年度第三批次解说志工进阶训练 就是一个训练 好 105年哦 那他为了不要再一直发 所以他干脆一直公告 等一下 第三批吗 第三批 对不起 那他第三批可能发在这个时候 9月8号 然后呢 他这边是不是一 就整整一年 那我们来找那个比较长一点的 例如说 还有还有我会觉得就是说 你会 我其实有可能是 他是先公告的时候 可能是在20105年的时候 已经有用这个公告 他只是把里面的内容全部做修正 然后在106年的时候重新再上下这一个 噢 变成说他只是第一次公告的时候可能是在2015 嗯 但他只是 这台风名字 对 只是他到时候时间到了之后他下架 然后再重新把这一则修正之后再上载 就是他可能只改部分内容 例如说泰铃铭名称 变成说他公告的 就是他第一次新生的那个时间 旁边有去做修正 就有可能会直接这样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你看 请问一下 就是当我们今天这个新闻公告 就是我们站在数据分析的立场 我觉得还有集合这一块 各位要会 因为以前我教我都觉得 我们只要画完那些图 可是你要是不从集合的角度来去看 你根本就不了解说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发现 好像这个很长的公告 很长的公告 其实都是来自于相同这个单位 有看到吗 那是不是说 是不是那个承办人员 那个业务的承办人员 请问一下 在座有没有自来水处 没有 没有 好 在座应该没有 有没有翡翠水库 你刚刚把手上举起来摸头发 吓了我一票 你知道吗 我现在 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在解读资料 对不对 可是 可是 你会不会觉得说 有这样一个情形 是不是站在 假设你是资讯局 这个新闻公告网站的 这个业务承办人员 你是不是分析出来这件事 是不是要准备行文给那个 例如说翡翠水库管理局 或者是自来水事业处 就像例如说这个 煤积台风大雨 原水浊度飙升以停止取水 这个公告不能太长 对吧 这个煤积台风 可以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他公告多长 已停止取水 2016年9月27到2017年9月26 为什么要停水一年 对啦 就是应该是 诚如刚刚同学说讲 他只是换一个名词而已 因为我 我想 坦白说我也不晓得 可是这都是那一年 我觉得他应该是把公文办理的保存 已经当成报告事情 那你说这又是一个 人为的一个小舒服而已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些都不应该算在 我的那个新闻公告级里面 你觉得吗 就是 假设我们今天再算 那个平均 像这些都是特殊例外 我觉得应该都是 不正常的新闻公告 不然不符合新闻的定义啊 例如说停水 我相信啊 我们那边了不起停水 八个小时吧 现在已经没有停水个什么 如果说停个两三天 那一定都变成新 那就是新闻了 那就是大新闻了 好 好 请你们先去玩一下这个好不好 请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A你要看 我跟你讲C不用 而B不用看了 你只要看A 你只要看A这个 不好选 A的 那一定就是这个日期 8月15号 然后它结束 开始日是8月18 但结束日是8月15 可以看一下什么 办理什么呢 好 请你们先动手 先来去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透过大数据分析 从积核的角度来去看 看到这些事情 这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哦 如果看全部 全部我们可以知道 那个平均新闻公告期是什么 是204天 平均嘛 就全部16000多笔的新闻公告的时间 全部一起算 好 204天 平均是204天 然后这边呢 标准差是1500 那如果我们只看A呢 只看A 好 只看A的话 有看到吗 大概平均的新闻公告 因为我们是从0开始切 所以大概就是大概30天 然后它的标准差是65 你看从1500直接掉到65 所以我觉得这代表什么意思 前后开始结束日期输入错误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C 你看C是代表什么意思 平均就2000天了 平均嘛 2000天 然后标准差5000 那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可能它一次反正设一个新闻 它就直接设到例如说10年20年之类的 好 这个使用法怪怪的 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那个平均值是不是小 然后标准差也小 这可能是因为开始日结束日 颠倒输入 那请问这个是什么 公告的期间太长 对吧 这是错误发生的可能性 我们这样分析出来 这就是行为模式 就是你给他东西 例如说 我拿电脑发给他 他们使用你的行为模式可能不习惯 有人连开都不开电脑了 他就用自己的手机或平板开始作业了 甚至我遇过 我遇过 现在比如说我寄给 就是我要 学弟你的电子邮件是什么 他说学长你能不能赖我就好了 就是我把我的档案呢 我想要寄给他 对不对 他跟我讲说 赖给我就可以了 你们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人 快乐 连电子邮件都变成一个替代品了 就是几乎都不看信了 真的 我们学校有很多学生是不看电子信箱的 他就说麻烦你要通知我请LINE我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种人会越来越多 因为电子邮件慢慢就被淘汰掉了 那我们再来看B 你觉不觉得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数值 就是我们的新闻平均大概41 这张图大概会画吗 这张图的意思就是说平均41 然后标准差是58 那还是会落在就是有负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往右边去看 我们往右边去看 就是41再加116 156 就是大于160以上的 应该就算是比较特殊的公告了 这合理吧 这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把那一句话写给你们看好了 这边 好 你看 这个值 这个是平均值 我应该找那个 真的有写出 我要讲的是这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0 就是它把平均值 平均值落在这个地方 平均值是最高的 然后往左推一个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标准差 再往右边加一个标准差 这样子所形成的一个区域范围呢 叫做68% 就是所有的资料100笔 假设我们去做一个检测 取样 然后68%的资料都会在这里面 那如果两个正负两个标准差 这里大概就约占95.44% 那是不是还有5% 这5%就是我们最关心的 就是落在这一堆的跟落在这一个地方的 只占5% 这5%甚至之外的我们就可以视为是什么内容 就是异常值 异常 因为我们集合就是要去找那种特殊异常的内容 那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些A1的部分绝对是异常 只要是小于零的一定是异常 再来就是如果大于365亿年以上的新闻公告 这个实在是太长了 这我们讲是都先定义为异常 为什么我敢这样子讲 因为新闻的定义 那可是我们现在去看B 是不是得到 我们只看B哦 B 你看平均的新闻是41 42天好了 然后接下来标准差 41加一个标准差 再加一个标准差 所以41再加116 42加116 158 158天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回到刚刚那张图 就是这边 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42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边是42 这个是42 然后一个标准差加58 再加一个标准差 那42再加116 所以只要是大于48加116 那就158 就大于158天的新闻公告 应该也是我们要集合的重点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我们定义的新闻应该是 它应该不要太长才对 好 那当然 当然我们去看哦 如果我们刻意把158以外的来去找出来看看 叫做D 可以做这件事吗 就是刚刚那边A B 用一符来写 我们再刻意的划分出来 365到158之间的是多少 应该那个比数不多 了不起 了不起只占5%的资料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1万这边算出来的比数 算看一下 看一下哦 这边拉到最下面最下面 这边总计是多少 15120笔 就是B的是不是15120笔 那有多少会被找出来 750笔 5% 就是那个 15000笔 就是750笔 是属于异常的 这样子的一个检查 其实已经够了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们在击合 在检查 我们要有方法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法来去做 来去寻找这些问题 好 那我刚刚介绍的内容 我想你们大概懂 从平均值跟标准差来去找 这个资料的一个异常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可以去看到 我们应该要去呈现那个百分比才对 例如说总共16000多笔的记录 那呈现出来的结果 A类 A分类 多少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资料 格式 格式 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去分别把图例打开 这边 A B C 好 用相同的颜色来去呈现 再来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去呈现那个 应该说这些应该叫标签是不是 详细资料标签 详细资料标签应该是这个标签 然后接下来呈现什么 显示单位标签样式它只有类别 我们要有类别加总计百分比 这个类别 有A B C 这是我的分类 也有总计百分比 这样是不是就呈现出来 然后再来把这个字稍微设大一点 方便别人来去观看一下 好 A它大概 好 请问一下这样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说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将近有一成的一个错误 公告 这代表这个网站需要管理了 对吧 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因为公告我们是开放出来的 我们一定会先写那个新闻公告的规则 不然它要去什么地方登录 然后上新闻公告 这一定都有一个规则 可是代表说 代表说 假设我们再来去分析 2016年高还是2017年高 因为你要知道说 可能一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错误都是发生在刚开始 这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刚开始大家慢慢开始在做学习 可是如果一年后错误率还是很高 这种行为是值得我们分析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习惯性犯错了 就是例如说习惯性犯错就是相同单位 是哪几个单位就一直持续犯错 那是很容易改的 就是写一个公文去那个单位 可能这个错误率就要降低 这也可以当作是这一个单位 例如说资讯局 他在管这个网站 他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可是前提是他会做资讯分析 这个网站的分析 因为他要去管理它 应该要达到这样子的程度 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呢 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我这边定义A跟C是错误的话 其实这个一层是相对来说太高了 太高了 好 给你们参考 那你觉得多少才算比较符合我们的标准 至少刚好我们讲统计95%以上 对不对 叫异常 那是不是你最多定出5% 定出5%吗 这样大概可以 你至少有一个说法去说服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8%就已经算太多了 好 值得我们来去 说不定写两三份公文 这边就会直接下降 变成2% 3%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请你在格式这里面 去把标签 标签设一下 涂一下 涂力也打开 涂力不然别人不知道A是什么 A类 B类 C类 好 来请你们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